原始森林里居然有架完好的飞机 而且飞机里的设备都可以正常运行 那这个飞机为什么又出现在这原始森林呢 难道是从街上掉下来的吗 那为什么飞机还保存着这么完好呢 今天几位小哥无意中 在原始森林发现一架客机 从外不看 飞机并没有什么损坏 飞机的底座还亮着一闪一闪的红灯 几个小伙撞起胆子准备上前 但是发现飞机舱门并没有锁紧 接着竟然小心翼翼的登上迹象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这里像是有人类生活的痕迹 起义机冰箱电脑等一英俱全 那关键的一点 电视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是原始森林啊 接着往里走 东西一英俱全 一侧的桌上还摆放了很多神秘的仪器 接着右侧又是沙发床 看来是有人在这边居住 那什么人会生活在这原始森林里呢 最后小哥走到驾驶舱 发现一些设备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并且屏幕上还显示的图像 就在这时 客机的主人从外面打猎回来 发现了他们 最终了解到 老人原来是名千万富翁 接着华总经买下了一辆二手飞机 又用了无数心理把飞机运到森林里 并且他在这座飞机上已经生活了十年 他说准备一辈子都居住在这里 最后我想说 真是有钱任性啊